每年四月都會基盤的水利生水節 今年改名為水利消水節下的月燈 為了將月燈辦理經過富學鄉親有限的理想 主辦單位在六月份就開始 在家裡的時候對外來試營運 見很多家庭的小朋友來發揮生水 並且黑路清水公衡生水最重要的安全 是清除共同生水的好勝地 雖然天氣黑暗但我們都要是吃館 相當適合生水 他們家吃這個大人賺到清水公衡出現 帶著小朋友來生水 因為今年有錢和新的遊樂設施 和上市相對安全的生水營鎖 又可以當清除動樂 讓家庭都很放心 這裡空間地區都還蠻大的 然後可以看到實際上小朋友 他們都玩得還蠻開心的 相對的比較安全多了 而且它水不會很深還蠻適合小朋友的 我感覺非常好玩 因為這裡有很多遊樂設施 還有很多水池可以進行游泳 最喜歡那個 因為那裡超刺激 每年四月都會基盤的水利算水座 近年跟名為水利小水座放在活動 目前至今我們期間 鄉長野兵空和公宿觀光所長 做會真來的很多市場 了解有客森水狀況 以及是不是有需要改進的地方 我們這邊的設施非常安全 今年又更特別的是說 我們又增加了我們水里溪的水上游戲 裡面有飄飄河 還有一些我們增設的比較安全性的水里溪的一些 可以提供小朋友來體驗我們水里溪的水質 供小朋友來那邊學游泳 這個期間當然是另外聚會也要提早來報名 那我們這次預計舉辦的活動有漂浮胎 還有激流Sup 跟先鋒舟 那活動應該是會非常的精彩 那報名相關報名的資訊 可以上我們無保代理由水里 還有我們水里水漾樂園風水季的網站 這次人會表示 今年以上特別是為六月 第二月正是開幕後 會在水里客中基辦立獎店漂浮的水上運動 歡迎鄉親UK提早須問報名 記得給我們收看採訪報道